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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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 你要去哪裡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在高雄的陽明路上 在台南的老字號小火鍋品牌 多福火鍋也跑到高雄來住點了 而且一個人就可以享受小火鍋 而且它的料啊 它的湯頭啊 都是自製的 我個人很喜歡喔 我吃過非常多次 今天在高雄 分享給你 我們一起去吃吃看 走 好啦 我的火鍋全部都來了 琳琅滿目有沒有 你看這幾桌的啊 滿滿的幸福感 而且我今天點這個 人生雞鍋 這種溫補的啊 其實夏天下去吃啊 也是對身體很好 來看一下啦 這個上面這個 它不是用 右身耶 它是用 完整的人生耶 這個對身體很好 然後整隻雞腿 完整的雞腿 重點是 它菜盤裡面還有附豬肉 真的太厲害了啦 它的料齁 完整性非常非常高 然後蛤蜊啊 蝦子啊 然後火鍋料 我這樣看一看啊 至少八種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先開吃好了 來試一下 它蛋餃 這個皮薄脆薄脆的 很好吃耶 其實來吃個雞肉 你看這個 感覺就燉得很軟爛的齁 哎唷 肉質有夠甜的啊 而且 用人生煮它 真的有夠聰明 因為人生自己會帶一個甜味 乾甜味 然後煮到雞肉裡面 這個甜味真的是 舒服啊 這個很讚耶 看一下 兩口剩下骨頭 多淡啊 還要吃這種人生鍋齁 湯就很重要了 整個在人氣房裡面 然後喝這個人生雞湯 非常的舒服跟愜意 超級乾甜的啊 這個我超愛的 而且 我覺得這間店 它最聰明的地方 是什麼 它給你蛤蜊跟蝦子 你尾巴 海鮮的味道 就出來了 真的很棒 好 那 我還有單點一個這個 這是不是很浮誇 來看這個 這是限量版的海鮮盤啊 老闆跟我們推薦說 這個 兩千塊 你一定要點 有龍蝦 然後 這個 看這個大蝦 哎唷 直接添了一組啦 然後 干貝 干貝 都給它下 都給它下 這已經變成 人生 桃花 鮮鍋了 最後還有這個 一整隻的大龍蝦 阿牧 已經剖好了耶 先只一小塊一小塊這樣 直接先給它下去煮 那在煮的過程當中呢 來我們先吃一下 這個很厲害的飯 這個 單點雖然附一碗飯 但是它的鬼阿拔是 無限量 讓你 吃到飽 而且它的鬼阿拔我在砍的時候啊 一到飯上 超級香 先來一口 這太好吃了吧 這碗飯真的物超所值啊 試試看喔 它這個飯 單到醬色的地方 整個皮膚味 然後非常的甘甜 超好吃 我剛才在炸的時候 大家真心很恐怖 都通了這一碗來的啊 然後我還有單點一些其他品項 像這個 麻辣鴨鮮 那我旁邊這個 就是VA的麻辣鍋 它裡面喔 我看到它的菜盤 超級特別 它裡面啊 它有 脆管 然後有牛肚 還有豬蹄筋 這個怎麼在小火鍋店吃得到啊 來試一下它的鴨鞋 它的鴨鞋也是很香喔 它這個麻香麻香的感覺很棒 喔 它裡面都已經有味道了耶 而且它有辣啊 不是辣喉嚨 我現在感覺到就是那種 舌尖上 微微的麻麻的 它裡面帶一個 淡淡的甜味 如果你喜歡吃臭豆腐 它有 這個 真的 然後還有一個炸腹 來吃吃看真的 很臭耶 如果愛吃臭豆腐了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你一定要點 它在嘴裡啊 那個臭味是 蔓延開來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耶 這個蒸豆腐我喜歡耶 它是臭在嘴裡的 真的很棒 給我試一下 炸的 吃臭豆腐喔 我一定會這樣 就是上面一定要 配著泡菜這樣 它泡菜味道 很明顯耶 它有一個莓果的感覺 它的酸不是醋酸喔 水果清香那種感覺 蠻好吃的 然後它的豆腐啊 非常非常紮實 所以你這樣吃起來 它的汁力 它也保留在裡面 它不是炸的 口中感很重的 好吧 我煮個麻辣吃吃看 借一下麻辣糖底來吃 來看一下 它的牛肉是厚切的耶 它這樣整個進去啊 那個牛肉油脂 會先跑出來 很好吃耶 來你看一下 這塊肉 而且它這個厚度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讚 它這個肉喔 非常非常的厚 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厚對不對 當你咬下去的時候 第一個 口感好 第二個 它這個外面的味道 跟中間那個肉汁味道 是會互相融合的 這間肉 安點起來 好 我的海鮮也差不多了 因為之前在台南 我有在健身 大家都知道 雖然說現在看不出來啊 但是你看 這個師範 我都吃它的海陸鍋 講真的啦 他們的魚喔 本質真的很高 我個人很愛吃它的就是 海鮮類 然後跟它的肉類 這個 花枝有沒有 燙一下就可以吃了 來看一下 它變得沒有那麼透明 然後一點點反白 其實它就熟了 吃個原味 超級甜的 而且嘴裡它那個 脆口的感覺 牙齒壓下去它就斷開 壓下去它就斷開 非常非常甜 而且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這太厲害了吧 它的死板也是厚切的 真的不跟你開玩笑的 一點點絲毫的腥味 完全都沒有 而且它嘴裡 因為死板屬於比較有口感的魚 我個人很喜歡吃死板 它因為嚼起來 它那個 就是中間帶一點筋線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吃 來來來來來 拉一下 一點點它嚼起來要浪費 像整尾的龍蝦耶 就是 脆 蛋 甜 而且煮這個人參鍋 它尾巴 會帶一點點那種人參的香氣 超級好吃 好 這一間 我真的要好好的享受它一下 等一下吃完再跟你做一個很簡單的解味 好吃捏 真的很舒服 真的 它這樣一鍋一鍋其實吃得很飽 又飽 而且口味又非常非常適中 我是覺得它的菜量算是給的蠻多的 真的 它那個菜盤裡面的火鍋料 跟那個菜其實數量都算蠻多的 而且讓你猜多少錢 多少錢 你吃的那個麻辣鍋 一百六十元而已 這麼便宜喔 對啊 一百六十元還有菜盤 哪有人這樣做的 阿爸你那一鍋多少 我那一鍋兩百八而已 所以平均大概是一百多到兩百多之間 對 然後最貴最貴最貴也要三百多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好啦 一兩百小火鍋 都差不多 OK啦 OK啦 而且我覺得它的火鍋料很值得誇獎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高級一點點的火鍋料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比較低階一點的 對我來說就是吃起來那個口味比較 不像火鍋料啦 其實比較低階一點的就是比較油 對 吃起來那個口感比較軟 然後調味料味比較重 對就是你比較不會有肉的感覺 對 可是它這個很像那種桂罐的那一種耶 對 就是你那個肉感很明顯 然後腳感也很好 對啊 其實很敢下耶 尤其我夾起來那個嘛 像有一些店它標榜什麼日式火鍋料的 那個尋味棒就是那一種的 對它的尋味棒也是算蠻好的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啊 真的 你忘記裡面那個肉啦 每一個菜盤不是都有豬肉 喔喔喔 豬肉超好吃耶 它的豬肉齁算是比較薄一點 對但是 但是它味道很好 很好 不會讓你覺得有那種冰很久的冰香味 嗯嗯嗯 因為正常齁這種豬肉齁 唯一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味道會蓋過湯筒 但是它的不是 它是湯頭覆蓋在豬肉 喔所以它那個豬肉是 好吃的那種口 肉汁啦 對啦 算肉汁 不過你來要吃那種比較厚一點的 我覺得要點那個牛肉 真的牛肉切好厚喔 它那個牛肉片其實厚度算比較厚的 嗯嗯 大概是2mm左右 差不多差不多 它那個吃起來 是有肉感的 有肉汁的 真的真的 好吃 火鍋最怕肉太飽 嗯 那下去沒有肉味了 剩湯味 有些會溶掉啦 嗯嗯 就是它會破碎 它這個其實都不太會破碎 不會不會 所以它這個肉其實應該算等級好的 等級還不錯 嗯 這個價位吃到這樣肉真的算不錯啦 而且如果你喜歡吃海鮮的 一定要點那一盤 那一盤叫什麼啊 不好意思 先打岔一下 不是常常吃得到 喔 不是每天有齁 那個不能天天點喔 沒有 喔是喔 那是老闆看我在點菜的時候 給我推薦的 喔所以會限量耶 限量耶 菜肚子沒有嗎 菜肚子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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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叫龍蝦拼盤啦 欸 很好吃耶 對啊 它的蝦很新 真的 然後它的龍蝦那個蝦膏 好鮮喔 它是橘紅色那種顏色 對啊 有些都會黑黑黑的 這個不會耶 而且不會像有一些人 可能是用我們說熟成龍蝦 就是上海都已經熟了哪一種龍蝦 看它是 欸 新的呢 它煮起來好脆甜耶 而且裡面的那個蝦汁啊 很豐富 而且它那個扇貝 我跟你講 超屌 我 很少吃到這麼大顆的扇貝 真的 我們去烤肉店都是吃這種小小顆的 一小顆而已 不會有甜味 就是純口感 欸它這個吃起來跟那個 生死等級的干貝相近耶 真的真的 甜耶 它整顆超級大顆的 有夠好吃 而且是入口 咬了 就化掉 這真的如果有來 你要問看看 你如果不像阿婆這種有痛風的 你真的要吃吃吃 你真的要吃吃吃 沒有 我跟你說 那個扇貝可以單點 上面我有看到 兩顆八十塊 那你是算貴還是什麼 算便宜 因為正常你吃那種生死級干貝 差不多一顆 就要五十塊 我們說市面上在販售 大概是這樣價錢 所以蝦汁很會合耶 真的很好吃 有什麼蝦啊 龍膽石斑 我會石斑的是我每次吃 每次都驚豔 所以蝦有夠好吃的 那口感也有 那米一米鬆鬆的肉感也有 真的耶 真的有夠讚耶 還有 我們在那邊的飯 喔 那粿仔麵有夠厲害的啦 那粿仔麵真的好吃 真的真的 我感覺 我如果不記得我有點火鍋 我粿仔麵就吃肉了 真的 那它飯量又有夠多 有夠香的啦 那些肉齁 全部都肉 它不是說有的 那種湯給你這樣而已 沒有 粿仔麵都有夠充足耶 我咖啡有夠香 這樣白的白的很爽耶 好吃 真的 那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bonus 因為粿仔麵無限去 無限吃 超級棒 然後後面你就可以喝個飲料啊 吃個冰淇淋 做個甜點結尾 這些真的是 我個人覺得CP值非常高啦 由於小火鍋來說 非常推薦大家來 然後在高雄的陽明路上 已經吃的到了 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今天就介紹這件給你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會見 回到哪一張的影片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